今天持續受到寒流影響 而在今天清晨是出現這一波寒流所影響帶來的最低氣溫 我們在明天清晨還是會有一些比較局部10度以下的氣溫發生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留意非常要注意保暖的情形 這波寒流呢,預計是影響到今天 不過到了明天開始呢,白天的氣溫會略微的回升一些些 但是呢,到了後天又有下一波的大陸冷氣團南下 我們先來看到目前的天氣情況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從北方這些比較明顯的雲街的現象就是冷氫流的雲系 那這樣子的冷氫流呢,今天持續的影響我們 所以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今天全台各地的清晨氣溫都是比較偏低一些些的 尤其是在北台灣東半部的這一帶 一整天的氣溫、白天高溫的回升幅度都相當的不明顯 而我們從在今天清晨的低溫分布上面就可以看到 今天最低溫出現的地方呢,是在馬祖的3.8度 那在金門呢,也只有6.4度的氣溫 而至於在本島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 最低溫是出現在桃園的楊梅這一帶 那其實我們從低溫的分布就可以看到 有藍色的都是在10度以下氣溫的情形 而比較偏向深藍色呢,是偏向8度左右的氣溫 所以說這樣子的低溫分布,其實從台南以北到宜蘭花蓮 都有局部10度以下的氣溫發生 尤其是在台中以北,一直到基隆北海岸這一帶 也是尤其比較偏低的情形 那像是桃園、楊梅這個地方的氣溫 接近7度的低溫 那新竹關西跟基隆7度也在7到8度左右 而明天清晨雖然這樣子的氣溫呢 會略微的回升一些些 可是預估上面還是感受上面相當的寒冷 明天清晨我們所預估呢,各地的低溫上面 在北部宜蘭、花蓮都還是有局部10度以下的氣溫 尤其在金門跟馬祖大概就在6到8度左右 所以說起像暑呢,今天還是持續會發佈低溫的特報 要提醒大家在今夜明晨這段期間 我們在北部宜蘭、花蓮的局部地區 以及金門、馬祖可能都還是有這種低於10度 或是6度左右的氣溫 尤其其他各地呢,雖然有可能不在特報的範圍之內 但是整體上面我們降溫的幅度大概也在12到14度以下 所以感受上面呢,都還是相當的寒冷 那整體的氣溫呢,預計要在周六的白天之後 才會比較明顯的回升 但是呢,周六的白天呢,台灣附近的水氣也會略為增多一些些 所以各地的天氣感受上面還是比較偏向 多雲到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因此呢,雖然氣溫略為的回升 但是天氣方面呢,還沒有比較明顯的轉 有一個比較晴朗的狀況 還是要留意,記得要帶傘以及注意這種保暖的情形 那我們可以看到未來一周呢,其實除了這波寒流之外 緊接著下一波的大陸冷氣團呢 預計在禮拜天的時候南下 那到禮拜一的這一天,還是會影響我們 雖然這波的降溫沒有像前一波的寒流這麼的明顯 但是可以看到整體呢,以北台灣這個紅色的曲線 溫度的起伏是大的 我們可以看到,周六周日的氣溫 略為的回升一些些 但是受到下一波的冷氣團 影響最明顯的時期 在二四、二五的這個晚間到二十六號的清晨左右 都是比較偏低的時期 所以說呢,屆時的氣溫在北台灣 也大約會降到十二到十四度左右 那後續呢,我們可以看到在二十六號之後 一直到下周四之前,氣溫是持續的回升的狀況 因此我們在這一波幾天感受上比較涼冷的情形呢 大致可能要到二十六號的這一天 的白天開始才會比較明顯轉為比較溫暖的狀況 而下一波略為降溫的時間點 大約是落在周四 是下一波東北季風影響的情形 所辦的水的水氣會比較多一些些